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曲荣江 立法院今天大乱斗 蓝白想要强行表决通过 所谓的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蓝绿立委一早就爆发推挤冲突 绿立委是被挡在一场外不能进去 双方互相推挤到难以呼吸 连大门都被挤到变形 接着进去排队迁到 柯建民是排在黄国昌的后面 竟然被黄国昌狂吼 可以这样插队吗 连吼七次而且距离非常近 旁边的郭国文赶紧上前隔开两人 黄国昌继续咆哮 郭国文就一巴掌把黄国昌给推开 说口水不要一直喷 黄国昌就爆气你打人 这一段全程都有录影 谁对谁错 事后郭国文说他错了 应该摸黄国昌的头说 你好乖哦 黄国昌则省略他咆哮 柯建民这段 只讲他被郭国文打巴掌 而且痛批绿营民主素养 比小学生还差 黄国昌这两天卖力演出 连朱立仁都说 这我们新北的 国民党很满意吗 傅昆奇更站上立法院长的椅子上 他是把韩国瑜踩在脚底下吗 另外国台办宣布 要严惩台湾的五位名嘴及其家属 有多少人羡慕嫉妒 怎么没有我呢 不过这个内政部要派人保护 虽然当事人都说不用了 但中国有哪些暗黑手段 以及黄珊珊把这柯文哲的春联 当成垃圾给丢了 最近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首先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卓冠廷 中江哥好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发言人吴珍 大家好 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也是政治评论于美美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前民主党中央委员张艺善 中江好 大家好 资政媒体用王瑞德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立法院大乱斗 黄国昌狂吼柯建民 就是这个动作 让民进党立委黄国昌 拉高分贝 指控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打人 另一个角度的画面 从头看起 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 签到完毕要进一场 黄国昌却突然转头 大骂走在他后面的 柯建民插队 柯建民一脸疑惑 郭国文健壮质疑 难道时间到不能进去吗 黄国昌近距离 对着郭国文大吼 郭国文一手把他的脸拨开 让黄国昌的咆哮指数 再度窜身 还两度用肩膀 顶了郭国文 你干嘛喷口水啊 你打人啊 你家不是打人吗 谁打人 你用手 你用手不打人吗 刚刚谁动手 刚谁动手 他撇开而已 跟谁动手 我要捡道成一种队 现在不行哦 还有民众 专程到民众党团外 趁黄国昌受访时 当面呛瞎 我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赖青哥 不过一早在议场外 国民党对黄国昌 斗示十足礼遇 国民党立委 护着黄国昌挤进最前线 议场门一开 国民党立委外美林抢第一 黄国昌第二 悠闲进场 蓝白合作五间 媒体捕捉到黄国昌 以壁冬的姿势 包围保护在迁到处 准备地案的国民党立委 万美林 这一幕恐怕当年 料化要把国民党 扫进历史灰烬的黄国昌 也始料未及 好 刚刚的影片 大家就要看了哦 这个柯建民明明是排在 黄国昌的后面 但是呢 那时候一开始呢 黄国昌是没有议会过来 然后他就回头思考了两秒 然后就开始呢 启动他的这个狂吼 咆哮机制说 可以这样子插队哦 然后呢 接着在旁边的郭国昌呢 就发现不对劲 赶快呢 上前隔开两人 然后呢 这个黄国昌继续狂吼 可以这样插队哦 而且继续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嘴型哦 从这个绝嘴之后呢 开始呢 好像那种 那种什么动物样 牙齿就露出来 狂吼啦 可以这样子吗 然后接着呢 郭国昌真的是受不了了 就说 你是在大声声啦 口水不要这样一直喷 然后就出手呢 把黄国昌的脸给剥开了 黄国昌可能会吓到说 天啊 你是打人吗 你打人哦 然后接着呢 黄黄就用肩膀 来撞这个郭国文 来先调瑞哥 怎么看这一段呢 黄国昌是故意的吗 黄国昌当然是故意的 如果旁边不是 那么多的摄影机的话呢 刚刚开始的时候 黄国昌不是这样嘛 对 那么大家也料到黄国昌 一定会用片面支持的方式呢 那么呈现在 他的相关的网络 社群媒体啊 果然如此 所以呢 那么早就料到 你会有这一招了 所以早就已经开路了 从头到尾都没有关机就开路了 路了以后呢 黄国昌果然截掉他前面那一段 突然间本来很正常 然后万美龄地案了以后 他到后面签到 然后柯建平总裁 不是要这个签到吗 对 莫名其妙往后面 就突然间莫名其妙 拿球去档档档 就开始骂 可以啪都要可以 就莫名其妙的嘛 当然他先瞄了一下 旁边的这个等于摄影机啊 然后就突然间骂 对 可是问题是 他把这一段呢 都截掉了 他因为看这一段 你可以看得出来 柯建平哪里插队啊 对 对不对 柯建平哪里插队 柯建平在后面 拿什么插队 柯建平在后面 这样的一个行为 值得需要 你这样的大声咆哮吗 那么结果呢 郭国文当然就上前啊 上前理论 顺便保护这个 柯建平就对了 那结果两个人就 因为他近距离 喷口水喷到 后来才受不了 对 那个口水我相信 那个一定很受不了 如果万一有口臭的话 更可怕啊 所以后来 郭国文就把他一手 都往脸推掉嘛 对 那黄光昌这时候就来了 碰瓷来了 中国有个用语叫碰瓷 碰瓷 碰瓷 中国什么意思 自己去Google就知道 那碰瓷就这样 我觉得黄建平讲的蛮好的 假车祸 假车祸 黄建平讲假车祸 我们这边叫假车祸 假车祸 然后呢 开始就哇 打人哦 干嘛 又就那一段 假车祸就是人去撞车啦 对 然后再倒下来 车子明明就还没撞到你啊 当然他会讲说 哇 你打人 你把脸推掉就对了 那么各位啊 这一段呢 同样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一段画面 但是在黄国昌的脸书 在社群媒体呢 跟真正的整个事情的经过呢 刚好是截然不同的结果啊 所以大家看事情 不要看片面之实 要把整段全部都看完啊 至于郭国文说啊 他要道歉 是因为他认为 他应该摸头 对不对 当然但是高级酸啊 但今天啊 明示新闻网呢 有结局催了一段 我觉得为今天 郭国文跟黄国昌之间的 这个行为啊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这一段 我觉得非常的贴切 这是前几天呢 黄国昌跟这个 胡昆奇啊 在立法院门口 胡昆奇去摸黄国昌的头的时候 他笑成什么样子 那胡昆奇说 事后说 是因为黄国昌太调皮了 然后黄国昌说 这是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 这个等于说幽默 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吗 突然间毕生姑娘告 毕生这样嘛 不是这样吗 很简单 十年前的那个 捍卫台湾民主 太阳花学运 然后为了国民党 30秒钟攻占那个立法院 号称是立法院战神的黄国昌 现在变成这样 十年前他说他不当小绿 十年后他成为小蓝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今天最大注脚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 台湾在民主过程当中 立法院还是各地议会 冲撞再甩蓝面 肢底动作太多了 小蓝没来不去 甩乱七八糟的 那个前五行也没遗憾 但今天徐晓信非常非常非常可恶 他故意不是那个质敌而已 他故意去拿民进党的大面的党旗 王美会 民进党立委脖子 这种行为是可恶到极点 恶劣到极点 莫怪自称是葛莱芬多 葛莱芬多最杰出的校友 叫做佛帝摩 黄国昌说了 这个民进党民主素养 比小学生还不如 但是这个素养 黄国昌真的有比较好吗 为什么看了这个柯建民 发现两秒之后 回头思考 他马上要开始启动 他的这个咆哮机制呢 冠田怎么看 这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黄国昌从咆哮歌 变成了碰瓷歌了吗 我们熟悉的黄国昌回来了 立法院的影帝 看到摄影机细影 就会发作的黄国昌 真的回来了 我说真的啦 今天这东西演戏演过头了嘛 所有人如果你把所有的影片 完整看完 你会知道黄国昌在胡闹嘛 首先一戏合成 演发飙 喷口水 浅接影片 三件事情一起合成 我还是要稍微分镜 跟大家解释一下 今天的状况 分镜的分析 今天这个状况 一开始第一个画面 是左边这个画面 黄国昌排在这里 前面有一个人叫万美林立委 后面是柯建民 这三个人 不就三个人在排队吗 排完之后 进入第二个画面 黄国昌转头 忽然发现 后面是柯建民 然后确定了周遭 都是摄影机在拍 好哦 看到摄影机咯 触动了它关键的一个引擎 这个按钮就点下去了 好笑开关打开了 准备了哦 到了第二个开关了 第三个画面 它转过头去 头已经转到前面了 再转回头去 可以这样插队哦 可以这样插队哦 报告大家 我统计了一下 总共喊了七次 而且到了后面几次 已经整个情绪撩起来之后 还加一句 喝 喝 所以口水喷巴应该在这个时间点 开始狂喷 所以我喊了七次 喊完之后呢 就是大家进到的下半集了 我不好意思 我还是要提一下 黄国昌五十岁了 被他这样狂吼狂叫 耳膜炸裂 脸上都是口水 老科七十几岁了 两个差二十多岁 立法院不用以老卖老 可是你这样子对一个七十几岁的人 五十岁的人这样对 说真的这很没有礼貌 这个是郭国文承受 因为我们看分镜图 你看 这个耳朵一定受不了了 你看这张 它吼成这样子 就在耳朵旁边 耳膜会破掉了 不止郭国文 老科的时候就被吼了 老科就被吼了 好那接着郭国文 结果这个时候郭国文看不对 就介入了 就进来要介入了 折在两个中间 这个时候黄国昌继续喊 可以这样插隊 不好意思我道歉 因为我统计到七次之后 后面已经无法统计了 这已经持续的repeat 到了下一幕 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大家看到了 无限制的口水攻击出现了 然后声音超大 口水超多 郭国文这个时候呢 把黄国昌的嘴巴移开 把脸推开 结果后来黄国昌就是觉得说 他被郭国文打了 被郭国文给揍了 说真的啦 我今天这个事情 我跟我的太太 有聊了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是郭国文的角色 我搞不好真的会揍黄国昌 郭国文脾气算不错了 你这是在胡搞嘛 然后那个你今天被 把你的脸把它剥开 因为你这样子真的干扰到我了嘛 因为他迫近那个 说实在你不用手去推开都很难 对啦 那现在黄国昌要说他被打 然后说暴力 小动作 然后讲以蛮横方式暴力插队 结果你最要不得的事情是 你还剪影片嘛 刚刚我这个完整的分镜 刚刚我们制作当然给那个影片是完整的 黄国昌第一时间 知道这个事情可以操作 在摄影机前面演完戏之后 超火速的时间 直接把它贴上脸书 速度这么快 超快 而且已经剪完了 前面的那一段全部没有 直接是后面那一段 所以后面那一段是什么意思 是郭国文过来挑衅我 是郭国文打我 我说真的你可以这样子做戏做半套的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 重新见证了 黄国昌是立法院的影帝 而且今天这样子的画面 是想好的 它是设计好的 我要讲它的结论 民众党间的策略 黄国昌领军之下 八个字 制造混乱 配合蓝营 配合蓝营我不用多说 一直也都这样嘛 可是为什么要制造混乱 他们背后还有一个目的 他们519要到民进党前面抗议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某种程度它助长了 立法院的荒谬 而这个荒谬 最后可以再继续讲 蓝绿都烂了 而且绿的更烂了 然后我今天是被民进党欺负了一方 让他519的这一场游行运动更有正当性 这场这个黄杰形容是一个假车祸 完全是这个黄国昌的一手策划的 看见这个柯杰明就开始狂吼 那当然网友就说了 碰瓷一哥到底是立委还是流氓 然后郭国文就说我真的错了 应该是摸黄国昌的头两下 说你好乖 搞不好就不会狂吠 但恐怕是很难 那只是说这个黄国昌速度非常快 网路上马上影片都po出来 而且完全是截断 从郭国文推他的脸开始 而且他一战胸 这个在网路上包括昌粉 包括什么小草 到底是不是被黄国昌蒙蔽了 还是说完全可以看穿黄国昌的轨迹 对 黄国昌当然他最后的目的 就要制造跟柯建民的口头上的冲突 说你为什么插队 制造这个假车祸现场之后 他才能够不断的剪辑传播 所以郭国文讲的很好 说我真的错了 他应该不应该把它剥开的 应该摸一下他的头 你看摸一下头就变这么乖了 但是我要跟郭国文讲 你还是错了 为什么呢 你以为他这个红冲头长阿桃 现在黄国昌嘛 就长阿桃是随便可以摸的吗 不能啦 当然是主人摸才会变乖嘛 你别人摸他还是继续叫 鬼吼鬼叫 但是树叶有专精 我们这个是法学博士出身 他叫不是乱叫的 今天已经被人研究出来 他叫的嘴唇啊 一定要这样子 为什么呢 学过白努力定律的都知道 出口越小喷数越快 喷的距离越远 所以他可以从这里 我不要示范 我示范可能会喷到左冠亭 所以这个部分是树叶有专精的 一定嘴唇一定要尖尖的嘟着嘴 来讲话 咆哮 他这样子那个嘴口水的喷数 跟喷的距离才能越快 柯文哲说了 太专业了 柯文哲说 这一场冲突是不对的 我们国会已经那么久了 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冲突 这场冲突是谁制造的 就是你们皇家 黄国昌制造的 所以我跟柯主席讲 今天你这句话 讲这句话非常对 但是回去 马上请中平会开除黄国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黄国昌519 就要取代柯文哲的领导地位了 你柯文哲刚好趁这个机会 制造国会乱象的理由 把黄国昌开除掉 他马上没有立委可以干 你的威胁就解除了 所以柯文哲也好 黄国昌也好 都在制造整个国会的乱象 制造乱象的是你们 结果又推说是民进党 在制造这个乱象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今天所有的冲突 都是因为你本来主张 黄国昌不断的主张 说委员会主义 但是今天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有没有在委员会讨论过 有没有逐条讨论过 有没有政党协商过 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们要进行表决 才会有今天的冲突 而今天冲突的造成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不愿意遵从民意 民主之下讨论的机制 而直接想要进行 多数暴力的表决 因为蓝白今天就想要强行表决通过 那只是说这个黄国昌 太抢戏了 这个蓝银当然他们是团体战 那只是说这个个人的部分 黄国昌看起来是演技一流 所以这个黄国昌 演出的这个状况 其实让其他的篮尾 几乎没有表现机会了 这个在评论黄国昌之前 先来算账一下 为什么冠婷刚在我前面讲 可以这样插队吗 可以这样插队吗 黄国昌今天就这样的概念 观众朋友看就觉得莫名其妙 刚刚就中江Q冠婷先讲 吴真心还在欢什么 那一样啊 对不对 那今天黄国昌一直说 柯建民插队 我大家照片看嘛 很清楚嘛 对不对 插队一定是我插到你前面 才会叫插队嘛 人在我后面 那就排队 那就不是插队了嘛 柯建民人就在黄国昌的背后 有没有照片非常清楚嘛 那这样是排队 怎么会是插队呢 所以很明显黄国昌 我必须说啦 过去这几年 可能上一次2020年的时候 黄国昌不分区立委没有选上 所以这几年 他真的潜心的沉浅 痛定死痛 我必须说在这几年 他的演技也升级了 真的进化了 因为过去其实坦白说啦 之前黄国昌当立委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他很会掌握媒体聚焦的时刻 但上次他还需要一些酝酿的期间 像之前在立法院 大概2017的时候 跟民进党在立法院 为了牢基法的事情 他感到说 像魏黄委会很多摄影机在拍 所以他马上就 也就必须 我现在马上抓住他目光 所以赶快看咆哮 太离乎了 可以这么离乎吗 但是你会感觉到 还需要一些酝酿 把这个情绪这样 运染出来 现在完全不用酝酿 现在收放自如 现在看到旁边 本来都没有讲话 因为本来也没有心 一般来说插队说 问你为什么要插我队 也没有 他就突然这样看一看 好像觉得时机差不多 可以这样插队吗 可以这样插队吗 就直接上 瞬间爆发 对 这种爆发力 我觉得他真的突破了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痛定死痛 演技的部分又精进了 但这部分 我觉得要一定要跟观众朋友 来讲到一个重点 事实上这里面有很 我觉得是相当歹毒的心机 就是说 我们看那个 包含线 因为现在大家 现场那么多摄影剂 这么多手机在直播 其实我们看完这影片 都觉得说很奇怪 那有人在插你队 为什么要这样呢 事实上我认为 黄国昌不只是 他在现场逮到一个机会 他想要做文章 事实上 我们讲说他演技 如果是一个演员在演戏 会怎么样 会有剧本吗 所以事实上这不是 他临场发挥 我认为黄国昌是 早就设定好这个战略 他知道今天 在立法院 因为蓝白要强行 把国会滥权的法案过关 民进党一定会要来挡 所以他预设好 他要找柯建民来捉对 撕杀 他机会就对了 对 我就认为他已经 预先想好说 好 我要逮到柯建民 然后找他时机 然后赶快设定目标 今天一定要有个咆哮对象 没错 而且我一定要把这个插队 这个不民主的帽子 靠他头上 所以但是问题是 当时他跟柯建民 好不容易靠近了 但是柯建民也没干嘛 所以他想说不行 万一再进立场以后 大家走上 那就错失实际了 我具本已经写好了 所以我现在这个当下 一定要执行 所以他马上在这个时刻 看来看一看 摄影机很多在拍 就开始 替然 然后就说 怎么可以插队 所以第一个是说 这本来就是 已经预先设定好的作战 就是为了要把这个帽子 扣到柯建民头上 那再来第二点是说 我们讲说 一个演员 固然照着剧本演 但是好的演员 要能够带入这个情绪 要能够进入这个角色 那我们看到黄国昌 今天的角色怎么样 完全是一个仇恨导向 我为这部分 事实上是 他不需要去进入 他本身就完全是 现在对民进党 真的充满仇恨 仇恨是他现在最大原动力 因为看到跟国民党的互动 跟民党互动 天差地别 傅君旗摸你头 人家说吹哨子 黄国昌冲出去 傅君旗一吹哨 他马上冲出去 对啊 他就说这是人跟人之间 幽默的互动 然后民进党坚持 站你旁边 这代表是什么 打我吗 而且还叙力去撞 撞那个郭国文 一直去撞他 挑衅他 可以打我吗 可以这样打我吗 你打人吗 对不对 所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真的是对民进党 完全就充满仇恨 仇恨到了一种盲目 然后就是不问是非 也不问在立法院里面审什么案子 就是要演戏来 可是他还敢说民主素养 对啊 所以今天这一幕 今天是演技课吧 什么民主素养 最后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黄国昌 现在要做到这个样子 其实就是为了昨天晚上 朱立伦那一句 黄国昌 现在是我们新北的 你看他听了这句多爽 又新北 又我们 终于被蓝营认可了 对被朱立伦肯定 主席认可 主席清定 哇塞 新北我们自家人 这样是不是距离 他2026号拼新北市长 又距离更大进一步了 对 现在过去 黄国昌成功了 可不可以的紧张啦 对啊 怎么办 以后蓝白的 人家对象是黄国昌的 我们看起来真的很生气 当年10年前 大家冲进立法院 黄国昌跟大家喊的是 搭倒国民党 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 2012年他选上立委说 一定要把国民党彻底瓦解 党产彻底讨回来 全部把国民党解散 然后现在已经变成 跟蓝赢同路到这种地步 所以去年选前 在讲什么超越蓝绿 什么台湾需要有第三次 你现在根本完全就进去 当傅昆起的小弟 当国民党的同路人 所以一个人政客 可以前后变化大到这种程度 我们以前 我以前自己在看都觉得说 例如说像国民党一些 像郑立文 以前也参加学运 怎么后来会倒去国民党 都变化这么大呢 现在看了黄国昌 我终于懂了 原来一个人为了权力 为了利益薰心 可以蒙蔽良心 改变自己到这种程度 对 因为以前黄国昌 在骂国民党的时候 也没有对国民党 咆哮成这种程度 如今对于绿营 竟然是仇恨到这种程度 可以这样子嘶吼 可以这样完全不顾形象 在人家耳朵旁边这样子 咆哮然后狂吼 那当然人家不得已 也必须出手 把你的脸推开 那只说这样的一个动作 很容易就被解读 这个是郭国文 动手打了黄国昌 但是现在恐怕就说 国民党应该是蛮满意 黄国昌这两天的表现 所以果然朱主席 也说这是我们新北的 然后傅昆起 就可以真的非常悠然自得的 站上立法院长的议长宝座 站上去直接就像登基一样 所以吴思耀就说 你是把韩国瑜 给踩在脚底下吗 美美姐 那为什么今天会爆发 这样的一个冲突 那当然苏小卉也说 为什么民进党 今天一定要站出来党来 因为各位有看过吗 立法院有发生过吗 一个法案进负二读 这个法案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蓝白就硬干了 民进党不知道 没有逐条讨论 在协商冷冻期期间 立法院长韩国瑜 没有召开过任何一次的协商 以前王金平为了食品卫生管理法协商九次 这个游席坤也都曾经 还有苏嘉雄为了法案协商过很多次 可是韩国瑜一次都没有 所以没有人知道 然后就直接要交付表决 请问可以这样吗 这个毁宪乱台的法案 如果通过以后怎么办 随便我举个例子来讲 台积电我帮你叫过来 商业秘密吐出来 不吐是不是 来 藐视国会 藐视国会罪送办 不是只有对官员 对老百姓也可以 所以这是多么可怕 国防经民你给我讲出来 不讲什么官员 你不讲什么送办 那我问你 以后台湾还得了 所以变成总统他做 行政院长他做 傅昆琦做 所以各位可以看看 傅昆琦这张 登记得好高兴啊 你看看 真的就是把韩国瑜踩在脚底下 那登记得这么高兴 什么时候那种国会冲突 好像也没看过 人家站在这个议长 你有看过吗 你有看过吗 得意洋洋 难怪我们来看 这个傅水组织 这么高兴 被摸头摸到这样高兴 然后人家哨子一吹 冲第一个的就是黄国昌 摸到头 这是什么 这跟大哥在叫碎晨 不就这个意思吗 来各位来看看 在家乖乖给人摸头 煮人摸头 好爽哦 好爽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位傅大总招 堂堂爬上这个院长的位置 还有各位不要忘记 国民党越烂 傅坤其将来 有没有可能出来选 党主席 那我请问你 他如果选了党主席 党机器在谁手上 提名权就在手上 对啊 人家现在现任党主席说 这是我们新北 已经有这个现任党主席的加持了 未来可能党主席 我现在附谁组织呢 乖乖的呢 当小弟呢 把你当主人事后 那将来我是不是 所以有一天 如果黄国昌退出民众党 加入国民党 大家也不要意外 拿到国民党的门票啦 然后呢 所以乖乖给人家摸头 然后呢 出门呢 就开始狂吠了 不客气的讲了 这个样子 好 黄国昌以为他是第一影帝吗 对不起 黄国昌 你的伎俩 其实全台湾人都早就知道了 各位还记不过以前 有一张很恶心的照片做做叫施背秀 还记得吗 这边不撑伞啊 背都是 大家笑吗 施背秀吗 那大家知道是他很会演 然后呢 看到摄影机就抓狂 咆哮机制就启动 那结果呢 他夹头去尾 这他脸书各位看 前面 柯建民本来在后面排队 这下都去掉了 就后面 截后面 郭国昌看不下去 要把他拉开 那些那些照片他截下来 然后说不仅没停插队 还动手打人的民进党郭国文 但是 人民的眼睛是学亮的 王友有没有看清楚 王友看清楚 来我就 好多网友骂声一片 各位注意看 这是黄国昌的脸书 一堆网友 他自己脸书贴的 他自己的脸书啊 底下怎么说 底下我来念给大家听 来 我有看到国昌老师喷口水耶 再来 感觉你比较激动 要挑衅对方成分多吧 哪里插队啊 走过去牵道而已 你也可以激动成这样哦 少来了 明明是你这只吉娃娃 突然牙起来喷口水 好不好 吉娃娃 不要侮辱了吉娃娃好不好 吉娃娃很可爱的 这叫人 这叫打人 国昌老师怎么变成这样 不忍直视啊 失望啊 曾经在反红眉中 看见你 现在却变成这样 不论对错只会大声可叹 好 我最后要讲 这波操作失败了吗 当然失败啊 当然失败啊 大家看到是一个什么 这个道德败坏的黄国昌 你知道最后是怎样吗 当傅昆琦这样得意洋洋的时候 后来大家回到位置上去了 那最后再讲 有立委就跟陈昭之 在前面陈昭之说 你们道德的长城黄国昌呢 怎么媒体罩完他就散人了 不见了 陈昭之笑笑说他也许有事吧 这个就是黄国昌 那在三国演义时代 吕布叫做三姓家奴 有个身父 他拜了一个荆州刺死丁元 后来为了背叛 要投奔董卓杀了丁元 后来又为了貂蝉杀了董卓 大家叫他三姓家奴 你知道吗 红国昌现在五个姓你知道吗 去时代力量的时候 真的是叫黄国昌 时代力量黄色的 无缝接轨到民众党叫白国昌 现在变成富水组织啊 头子的穗涵大哥 现在呢叫白国昌 那天同座的有谁你知道吗 同座的有 那时候他非常看不起的 颜宽和 这个应该叫做黑国昌吧 共产党如果来了 他叫红国昌吧 你可以有五个姓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 这样子的民众党 这样子的蓝白河流 十年前是民进党顾问靠 守护太阳花的成员 守护黄国昌 不要被国民党给弄了 十年以后的黄国昌 是乖乖的跑去跟国民党致意 然后让人家摸头 然后呢为了要河流 来通过没有协商 没有讨论大家内容不明 民众也不清楚的毁台乱线的法案 这个就是现在蓝白河流 这就是现在的黄国昌 今天的轨迹被拆穿了 所以连网友连小草都没有办法去帮他辩护了 所以在网路上是被打脸 曾经是道德的长城 现在呢垮了吗 完全被拆穿骂了 今天黄国昌还有个动作被发现 壁东万美龄 这到底是在干嘛 这个画面让人家觉得不胜唏嘻 不胜唏嘻 所以有道士 柯文哲五大案 五案上身 国昌欣然入蓝怀报 就是我想这句话是 非常的切切黄国昌 那当然我们必须说一句话 就黄国昌的角度来说 蓝莹不论是什么样的角色 对他而言都是圣主 所以面对到圣主的时候 一定要谦卑以对 我们先解析一下 他跟万美龄这样 他说为了防止绿营阻挡 黄国昌用壁东的姿势 护在工作台前预备提案的万美龄 是这样护的吗 我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要看后面画面 其实也没有人去挡 我觉得他只是一种效忠 就是人家万美龄要提案的时候 他效忠国民党的一种 理论上这应该是 由国民党或其他来处理的 万美龄站在那里 我就想保护你 我把你围起来保护你 虽然有点恶心 但也算保护对不对 重点是后面没有人 后面没有人 对我的重点是后面没有人 你要保护什么 因为镜头在那边 镜头可以看到黄国昌 在保护万美龄 这不就摆明那桃渊人会觉得 选万美龄的桃渊人会觉得 黄国昌真男人啊 怪不得万美龄的脸撇过去 尴尬 我想万美龄也没有办法习惯 突然这些 突然这些黄国昌会出现 这么温柔婉约的一个形态 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 民党必须要来挡这一次的 这个我们说这个投票 因为里面的问题真的很严重 那中国时报在投版 我觉得最近中国时报超好干的 他要投版了 而且我觉得他讲的是非常中肯的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说强化人事同意权 意思说以后人事权不是由行政单位 或者是由这个人事局来做负责的 是由立法院来做决定的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行政院 要提名什么样做人事的时候 立法院可以否建行政院的人事权 那我们台湾是武权分立嘛 其他也有这个大的部会 也是负责我们的所有公务员考验 这完全侵害行政权 意思说以后立法权是凌驾于行政权 这在不论是三权分立或者五权分立 是不能接受的 但重点来了 这么重大的案子 我认为在以前的黄国昌的立场上面 他一定会捍卫这个行政权 他绝对不会 他是法学博士 你知道 而且最可恶的地方是 这么大的案子 竟然不经讨论 直接送这个我们说的院会 以敬明表面来通过 这些事我觉得我们在民众 你心里明白嘛 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你怎么可以容许 这种方式来践踏 这个行政权呢 不要忘记了 行政权是 行政院是我们台湾最高的行政机构 另外一个部分 这个也不可接受 就是他们要求赖清德总统 接受立法委员的口头或书面问题的时候 总统必须依序来及时回答 那以后立法院院长要不要去接受咨询呢 那以后是总统 对呀 我说行政院长 以后要不要接受咨询呢 那回头一件事情 那以后是总统在立法院接受咨询吗 这完全整个配套就结束了 我们这样讲的话 你去修 要你去修宪法吗 你没有修宪法的情况下 我们就双轨制啊 总统府不是最高行政单位 这是在武权宪法 宪法里面明定的 而黄国创政是念宪法的 他会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吗 所以我们整个过程 那我们其他的法案就不用多说了 好 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 其实我很仔细的看画面 其实是柯总招 很礼貌性的去拍了一下黄国昌 就打个招呼 我们要去立院攻防 一开始的状况 是拍了一下 这黄国昌的肩膀 我觉得非常礼貌 柯建民是一个绅士 但是黄国昌回头一句话 就立刻翻脸 所以我的结论叫做 国昌戏影图上升 国文永隔口水昌 你知道我仔细看了 那个画面 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真的很恶心 尤其早上的时候 我不知道黄国昌有没有刷牙 而且那个狂吼 那个家族玛丽 你知道黄国昌对他喷的时候 一脸嘛 然后就请他把脸别过 其实是 郭国文做了一个动作 他用手去剥了一下脸 OK 好 那个距离是说你昨天晚上吃咸酥鸡 现在大概还闻到蒜污 对不起 昨天晚上干嘛 昨天晚上是被摸头前面在客食 然后这个是他去摸头 你好好的把这顿食物吃完 这画面是吃食物的表情 当然我就不用说网友讲的内容 网友直接讲一句话 你把傅昌吉 以前说要抓去关 怎么先变好友 这内容不用讲 其实昨天 黄国昌吃了傅昌吉带去的炸鸡 对 那可能我觉得他都没有刷牙 一个晚上经过发酵 其实真的不想刷牙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画面 是什么画面来看 其实我真的替郭国昌觉得 他真的是以身挡口水 因为真的 他第一画面是直接喷嘛 然后他把他说剥开脸 然后擦脸完之后 接下来有两次画面 那个是直接口水往 郭国昌脸上喷过去 我觉得从镜头上 我从镜头上 就是那画面有脸书剥出来 我真的可以感受到 黄国昌的口水 是真的有感受到口水 是直接拨在郭国昌脸上 我真的觉得 恶心到一个极致 那我说实在话 这场戏演下去 其实是真的是 用这个画面做总结 我觉得这是台湾历史上 最悲哀的是 我们在过去历史上 没有看到 你有一个立法委员 站在所谓的院长的椅子上面 然后这边是民众党 这边是国民党 傅昆其一个人 把民众党跟国民党 全部踩在脚底下 这是我觉得 史上仅次于 口水喷锅国文的一个画面 最恶心的一个画面 在蓝营声量算是称王的徐晓鑫 今天能做什么呢 看起来他只有吹着直笛抢劲 而且他那个声音 连韩国瑜都受不了 就说委员不得攜带 跟意识无关的物品 进入会场 徐晓鑫的这个表现 连韩国瑜都嫌弃 对没错 那么事实上 因为过去在立法院里面 出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道具 外加一些可能导致于伤人的 各位不要以为今天立法院 这样子是好像有史以来最冲突 最大的一次 不是啊 过去立法院有更可怕的 你知道吗 当然问题是就因为过去立法院 曾经发生过那么多可怕的事情 在国外 在国外还出现直接丢汽油弹 丢烟雾弹 然后都弄了整个国会 乱七八糟的案例嘛 所以后来才宣布 包括一些比较这个 等于说有杀伤力 或是一些危险物品不可以带进 你看今天韩国瑜都不太高兴了 你把它给带进来 你如果带进来 大家都这样带 那会怎么变得怎么样嘛 其实国民党自己带头 今天你要搞清楚一件事哦 今天的立法院的大家长 要负责整个维护秩序的人 叫韩国瑜啊 立法院院长是你们国民党的 我想坦白不是民进党的耶 虽然执政的行政 行政院这边是执政的是民进党 但问题是立法院 是你国民党的替盘啊 所以呢你今天自己人 自己人啊 那么你用这样的一方式 其实我倒觉得啦 如果你像陈玉珍一样 是保护自己的 那我们比较没有话讲 保护自己 他不要给人家撞伤啊 今天啦 那边出事伤痕干什么 两兵对吧 那边说谁打我 哭哭啼啼啼 谁伤痕要去搞什么 不用来这一头啦 大家都到胸啦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那你怎么不去讲 我看今天叶元支部出事 他一家这个受伤 那你看看陈廷飞的脚啊 陈廷飞穿藏过的脚 一样受伤嘛 大家在立法院的推脱拉 这样子攻防过的 这个一定免不了 陈廷飞说他受伤是 那个徐晓星造成的 对 除非你 像徐晓星那个就是 恶劣到极点嘛 你直接弄起来以后 就要你脖子 他拿绿色那个民进党旗嘛 对 他故意的 更恶劣的是 他是故意的 你知道吗 他要故意讲说 这是你民进党的党旗啊 所以我呢 你会拿你们最心爱的党旗 跟你这样怎么办啊 像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危险 而且是故意 而且是恶劣到极点 礼拜一五二零新总统就任 你们这些从二月一号开始的 立法委员是马戏团间动物园啊 今天就让你看到 跟你说无人不好啦 我都坦白啦 以后就是这样干的 我想坦白的啦 以后就干 你有本事 你有总 你以后每次都 甲级动员嘛 很简单嘛 他现在不要跟你说道理啊 他要欧北部就欧北部嘛 副困集为了他自己一个花年 对吗 花年王对吗 几照预算下去 就是这样 我没在关白人 那你们家的事啊 其他国民党要选 国民党其他的 要选2026县市首长的人 那这怎么办 那些议员怎么办 那你们家的事啊 所以呢 事实上整个国会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以后呢 这没有办法 台湾人民 你自己错误的选择 最后搞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嘛 很简单嘛 那巴西 我讲坦白的啊 除了黄国昌 那刚刚 没没已经说 有各种 其实一件一句话就是 卡文哲就是大号的台湾变色龙 黄国昌就是小号的台湾变色龙 就是这样的嘛 大小两制变色龙嘛 我讲坦白就这样子嘛 那可是问题来了 今天那个他们的党主席 只会躲在旁边说 希望这个什么 赖清德的总统当任了以后 应该要怎样 国会改革不要阻力 他只剩下这样而已啊 他所有的一切民共同 全部被黄国昌一个人 抢了收割了他 所有民众党的政治资源嘛 另外呢 七个也不见了 今天还只看到 林国昌一个人 你知道吗 其他人都站在旁边去看嘛 全部被抢光 全部整个被泡沫化了嘛 很简单嘛 所以呢 如果要这样干的话 我觉得很简单 紧接而来对不对 因为反正新政府刚上任嘛 对 我倒觉得他们现在不是要去 国民党不是要去搞什么 什么要一年才能罢免 你提都不能提之类的嘛 那要玩大家就来玩 很简单嘛 时间到就全部罢免 我想坦白的嘛 不能倒戈就搞罢免 很简单 你们不敢倒戈 其实我们看到 蓝白今天这样在立法院搞 其实对国民党来说 有面子吗 会觉得这样子是很光荣吗 或说立法院长 都已经是韩国瑜在当了 结果搞成这样子 那韩国瑜会有面子吗 特别是立法委员 你是本身制定法令的 结果呢 自己通通在违法 来冠婷 包括这个许晓鑫嘛 带个笛子 对不对 跟义士有关嘛 然后又弄什么哨子 又弄个民进党旗 所以韩国瑜就受不了啊 你不要带这些 跟义士无关的这个物品 进入会场嘛 看起来齐心可意咯 人家讲当家不闹事嘛 现在立法院谁在当家 韩国瑜国民党当家 可是今天看到国民党 带头闹事嘛 徐晓鑫 崔子笛 自背民进党的棋子 勒人脖子 再来谢龙介 我给他看到这画面 谢龙介过去压在宗嘉宾的身上 直接宗嘉宾的眼镜直接喷掉 谢龙介现场还呛什么 这里我管的啦 说实际你知道你们当家嘛 你知道立法院是国民党当家嘛 所以说这里我管的 这不是流氓行径吗 这个动作就是流氓的动作嘛 你今天这样子的搞法 韩国瑜就今天做了一个动作 民进党现场大拍一手 就徐晓鑫在那边吹那个 五音不全的子笛啊 可能那个子笛也没有练得很好 中间还必吹 吹着吹着 走音 对 然后韩国瑜就叫徐晓鑫 然后叫义士人员念规定 你不能带这种器具进来 就要把他收起来 然后全场叫好 就是院长你本来一开始就要维持秩序嘛 对 怎么会让徐晓鑫带这种东西进来 对 结果 今天好像看不出韩国瑜有角色 没有角色 完全没办法维持异常的秩序啊 是 就是hold不住嘛 对 那你今天当这个院长 你要能够控得住你国民党的立委嘛 他们自己很在乱 自己乱 而且他们乱得很大声很大力 那我再来讲 除了谢龙介 除了徐晓鑫以外 你今天这整个状况 包括还去栽赃嘛 今天跳出来有了那个国民党的立委 陈玉珍 陈玉珍 讲说 要把他全部武装嘛 对不对 然后讲说 邱毅盈拿那个计时器啊 拿计时器打人 不对啊 邱毅盈后来就指了 计时器就在墙上啊 这怎么打人 计时器挂墙上了 对 陈玉珍说 邱毅盈拿着计时器 这真厉害哦 对 然后他讲说 因为啊 那个我带头盔是因为拿计时器打我啊 怎么可能拿计时器 这就是相在墙上的 这种谎话讲成这样 再来我讲洪生汉 民进党的洪生汉啊 今天的状况是面对 蓝营立委的围攻 直接在进场之前 洪生汉就听到很多媒体跟他讲说 国民党今天早上 派人专门盯他 洪生汉满脱问号啊 我不是个立委 就要进去开会而已 盯他干嘛 结果 他一走进去的时候 国民党的忙大喊 洪生汉来了 跟他来 你捏什么 全部扑上去 然后谢龙介把他从后面 直接抓他 林德福也在旁边拉他 最后 还窜出了张志伦 结果洪生汉就呛张志伦啊 你回去中和草地皮 不要挡我上班 就直接对呛了嘛 然后张志伦 傻眼了 为什么会变这样 因为对于洪生汉来讲 这是我们上班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审查议案 结果副主席今天讲一句什么话 讲出国民党的真正想法 直接讲 发什么言 直接抢散主席台啊 不过去讲这个话 你没有要讨论嘛 今天的状况是 委员会该审大家不审 然后呢 没有共识 你进到朝野协商的冷冻期 应该要召开朝野协商 可以不召开 结果直接要进到大会 直接强度关山 表决 我跟大家讲 国民党跟民众党 现在有个论述 我们一定要破解 大家要搞清楚这事情 是假话 国民党跟民众党 现在逻辑是讲 我干嘛要讨论 你们民进党之前都多数 什么法案要过都可以过 这听起来逻辑 好像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问题可大了 过去多少法令 包含现在很多医疗相关法令 邱逸颖在推的治疗 癌症病患的一些法令 2018年当时因为 很多的立委之间意见不同 意见不同 多数要尊重少数 就协商 然后到了有办法 凝聚共识的时候 让他可以过 今天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论述是 没有都不用 都不用凝聚共识 只要谁的席次比较多 我就可以直接表决 我就可以直接通过 这让我想到一个地区 现在比较国家 这地方叫香港 香港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吗 他剥夺了甚至在直接 议员的发言权 剥夺了之后 一开始先通过一些不痛不痒的法案 用人数优势通过 到后来是连你唱什么歌 你讲什么话 全部国家的国安法令 都把你给锁死了 自由就这样 一点一滴被剥夺的 没收民主 就是没收了 所以大家不要被骗了 民主并不是比谁拳头大 比谁人数多而已 而是在立法院的协商的过程当中 凝聚了国家人民最高的共识 而今天 今天国民党 跟今天韩国瑜 组策立法院 是完全把这个协商机会 凝聚公司机会 都完全排除了 是的确 吴珍怎么解读 今天立法院大乱斗 那看出来国民党的策略是什么 是有针对特定的人士吗 包括洪生汉 为什么说他来了 赶快出去抓他 然后谢龙介 把中嘉宾压在地上 然后黄世坚也被重摔 奇怪 他们是有针对什么样的人 派出什么样的人 要来去对付吗 当然国民党是经过 我相信国民党团内部 也经过相当缜密的沙盘推演 就像黄国昌早就锁定好 他就是要找柯建民吵架 国民党一定也讲好说 民进党拿几个 大概比较会冲的 中嘉宾这跑得快的 洪生汉这个比较 也是比较战的 大概都锁定好 谁要去针对谁了 所以我想今天看到立法院的状况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蛮痛心 蛮遗憾 我讲直接一点 其实就是向下沉沦 整个立法院现在在国民党 跟民众党的表现下 事实上就是向下沉沦 这个部分我想 不论应该是没有任何政治意识形态 或是不要什么党派立场 大家可以很持平的 从今天发生事情看到 确实这就是整体立法院 素质的下降 而且蓝白整个控制立法院 对 今天是不让绿营进入议场 对不对 没错 我从几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行为 第一你看这刚刚大家都讲 徐晓芯今天拿直笛进去吹 那不是我真的是问一个问题 请问为什么要带直笛进立法院 对 现在立法院是音乐教室吗 那下次每个立委 大家有人带小喇叭进去 有人带什么肃琴进去 有人带三教权进去 大家就叮叮当当 以后进立法院 对呀这什么意思 花招 这就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解释 徐晓芯可以解释一下 带直笛进去吹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是一个网路 我相信他是要做 他好像还有一个喇叭 对不对 网路上有一种民音梗是直笛 故意吹得很破 例如说吹铁达尼号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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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基本上在嘲讽 那问题是你今天进去还吹国歌 那把国歌吹得里里里里里里 我想一边你们又在唱 要把这些国歌国旗歌吹得这么难听 这不是你们最重视的东西吗 然后又要进去这样开嘲讽 那到底是要干嘛呢 那再来是 但是不只除了行为上很嘲讽之外 很暴力嘛 我们看到这个这张照片 这个人是钟嘉宾 这个是国民党台中立委罗廷伟 大家看出来这照片怎么样吗 罗廷伟把钟嘉宾锁猴嘛 直接勒住嘛 用手臂把他的猴子掐住 你看钟嘉宾这个时候已经脸红了 可能他就喘不过气了 那在立法院以后 大家是都要变成像打MMA这样吗 就是把用到锁猴这种招式 把人掐到换不过气 以后我们进立法院 真的要练身体 是每个人要体能训练 先发拳击手 所以事实上那这个立法院 现在变成这样 对国民党有个立委 还戴着拳击手套是不是 对不对 那个邱振军啦 邱振军戴拳手套 所以这是头盔 以后要变成 郁振是头盔 所以这是行为面 变成标配 这是行为面 那我现在讲实质面 就为什么今天立法院 这么重大的冲突 今天包含立法院里面要审 所谓国民党的这些 国会调查权藐视国会罪 还有傅昆琦提的三个 花冬的乾坑法案 为什么我要讲乾坑 因为傅昆琦直接说 我立法第三个特别条例 我指定政府要给我做 这个花冬快速道路 要做国道六号东沿 这花冬快速道路2500亿 国道六号东沿 打通中衡8000亿以上 另外还要做环岛高铁 傅昆琦直接定了三个法 说政府就是要给我做这件事情 现在今天要在立法院表决 我请教各位观众朋友 立法院是餐厅吗 是许愿池吗 我们立委选上就是 信立法院开始许愿吗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好像餐厅menu出来 我现在要这个汉堡 我现在牛排 你全部端粮给我吃 随便你点菜 对 不能立法委员可以做这种事情吗 我可以 那今天如果傅昆琦可以指定 我花莲就是要一条高铁 那是不是以后立委每个人都点菜 高雄说 高雄立委说 我就是要摩天伦 我定一个摩天伦特别条例 我定一个太平岛挖石油特别条例 我定一个骑津赛马场特别条例 什么东西都特别条例 可以吗 那是不是以后每个立委 大家也不用认真问证了 进立法院小朋友进到游乐园 哇今天随便我买 那可不可以立法院也定一个 我们说好 现在浅见国道 浅见国道才有浅见 我定一个核能浅见特别条例 这冠军政府十年之内 要给我升核能浅见出来 核能浅见不够 我还要航母 我定一个航空母舰特别条例 政府要给我造航母 可不可以吗 不行吗 这完全不是立法院这样运作的吗 这也不是立法委员的职权 那我们的宪政制度也不这样 那现在例如说 国民党如果认同这个逻辑 国民党现在还在说什么 民党能源政策错误 国民党说要核电 以后也不用吵啊 国民党立委就到立法院 定核五特别条例 核六特别条例 核七特别条例 你开心的话 定大概20个核电厂都可以啊 有什么好吵的 所以我想当不论当民意代表 不论是议员或是当立委 都有他的专业 事实上国民党今天在立法院 提这些钱跟法案做法 是完全破坏掉这个专业嘛 是 以后立委大家也 因为一个最基本的就是 你是监督的民代 不论是议员 不论是立委 你不能提案要求政府增加预算嘛 那今天你完全不问你的问证专业 进去随便就开始凭空许愿 事实上这是把台湾立法跟行政之间 长期来好不容易行 大家都有一个文化 而且建立出来说 你施政 我监督 这样完全破坏掉嘛 以后大家就随便选进立法院以后 我就开始点菜 然后人数优势就强行通过 所以最后一点到 今天在立法院省的很多大案子 完这么重影响这么重大 未来立法院可能可以把人叫来国会 然后你不来我就要判刑 立法院权力比法院还大嘛 这样的一种权力 竟然完全没有在委员会讨论 立委无从表达意见起 我们不能去找你的法条什么缺失 也不能去透过党团协商 各党来弥补 所以国民党今天在立法院 显示一个态度 我人就多怎么样 我人就多 你的委员会开会的时候 我就把你散会 不让你开会 我的委员会开会 我要送东西的时候 我就送东西直接过 也不用讨论 国民党今天表现出来态度这样 那过去民进党当国会多诉的时候 事实上当时蔡英伟也承诺 不会在程序委员会档案子 国民党要提的案 还是会让他进委员会讨论 就算民党最后表决不支持 至少你的东西还是立法院被讨论到 你的意见还是提出来 甚至党团协商 大家看怎么互相balance 那国民党今天摆明就是说 我多诉我要全拿 民党是少诉 我就全部封杀 我人多我就是啊 那国民党如果今天要做出这样的态势 那我想国民党最好自己保证 未来永远都是多诉 哪一天国民党有一次 只要立委议会 选到其次比较少 是不是国民党现在做完 就告诉大家 以后你就可以这样对我 以后只要是你人一扫 你的意见我就通通封杀 你来立法院跟没来一样 你要做什么 我通通不让你做 国台办宣布惩戒台湾五位名嘴 我们国内内政部就宣布 要派人保护哦 没想到搞得王一川紧张兮兮 我跟他讲说 有突发状况 如果有发现可疑的人事物 趕快通报 再通报一下 我今天早上出门 我自己多金党你知道吗 因为我本来想说 没什么事情 开始疑神疑鬼 对啊 我刚才就想说 旁边有没有车跟上来 然后我开上那个高架桥 一开上去 只要我一变换车道 后面有车变换车道 我就很紧张 我就看到我们党团里面 好多警察你知道吗 是哦 真的哦 要来抓人 桃园行大的 桃园行大的 分局长 督察 保安组 这样哦 这么多 报告议员 我们开个专案会 什么大事啊 什么大事 因为我们奉命要保护 人身安全 我说我是军人 我是我保护大家 怎么被你们保护我啊 对 他说我知道你警觉性很高 可是台湾有一些 内在地的协力者 对 他会给你制造一些意外 例如说 你的车子不小心爆胎 或是你的车子在左转弯的时候 不小心出现一个人撞到他 这也是一种陷害哦 就是说你发生事故 你这个撞到人 让你官司缠身 他说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说这我们要给你做一些保护 跟一些勤务的提示 好 这个自从国台办的宣布要惩戒台湾 五位名嘴之后呢 几家欢乐几家仇啊 有人就说 怎么没有我 国台办你眼睛瞎了是不是 然后我们看到 真的还不少人羡慕 我们看到这位是中国的YouTuber 他就说呢 哎呀 这五位名嘴来说 简直是最大的奖赏 让他羡慕的流口水啊 瑞德哥 我当然是不会羡慕的流口水 我四年前就被点名了 我是学长 学长 学长人民日霸四年前 那时候八家台湾的媒体 李明贤 但还在旁边看 对不对 台湾八家媒体呢 那么一起来采访我 我还在公开讲说 昨天晚上已经烧香 跟我已经去世的父亲啊 那么跟他告知啦 你儿子经过三十几年的努力 今天终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肯定啦 露脸了 那这次你会问说 为什么我不在那个五个名嘴里面嘛 听说 前民进党的 不分区立法委员 郭真亮先生 现在已经都在骂 特别在骂民进党 听说还在节目里面讲我好话 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我台独色彩鲜明 然后不列入这个里面呢 其实这次挑这五个是有原因的 这五个里面呢 最不应该被列入的 一个是刘宝杰 一个是黄世聪 他们是绿的吗 对 我想坦白的 因为我也上刘宝杰的节目啊 刘宝杰从头到尾是绿的吗 他当记者跑过民进党的新闻 那从头到尾都不是绿的 他骂民进党 对不对 骂蔡英文 大家有目共睹 那他为什么被列入 他就觉得 这次也觉得很奇怪 那黄世聪的理由是说 几年前的那个 所谓的福林榨菜 听说这个榨菜不认诺菜 但是我就是要绿他榨菜 福林榨菜的事件呢 他是根据中国的报导媒体来讲 那时候因为 确实有中国这样的一个媒体报导说 好像就有些比较穷的买不起嘛 为了这个福林榨菜那一家 还寄了一整箱来给他了 他还分了两包给我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嘛 可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而且黄世聪没有因为这样得力啊 因为他听说那则报导啊 在中国得到十亿的流量 如果换成新台币的话 如果是在YouTube换成新台币的话 哇那不得了啊 对不对 可问题来了 那为什么突然间 就在突然间挑这五个人 挑这五个人 其实我告诉你了 我知道对面的吴征跟那个卓冠廷 两个人很失位 这我可以肯定 两个那种酸啊 你知道吗 那种酸啊 对啊 尤其卓冠廷那种 两次都没我 那种你放心 听他们第三波名单 马上要公布 第三波 继续努力 拭目以待 而且告诉各位啊 在这边剧透一下 听说是以政治人物为主 哦 你们当然有机会了 你们要多骂一下 多骂一下 有机会有机会 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们要骂中国经济不好 因为他这一波事实上是针对 批评中国经济不好的人下手 那这样的一个 大概在一个一到两个月以前 中国的微博那些 已经警告他们这些自媒体的 因为中国也有很多自媒体嘛 已经警告过他们了 什么都可以碰 绝对不能碰说中国经济不好 他已经预告了 准备 谁讲中国经济不好 就会下手嘛 所以他已经先行预告 果然你看挑的五位都是 因为他们都在 其实他们批评的也没有错啊 尤其是王一川 而且是根据他们中国那边的资讯啊 对尤其是王一川讲的那个 对不对 事实上你打这个相关的这个网路Google 中国的媒体自己都报过啊 你知道吗 然后包括事实上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啊 像这个航空母舰 我也讲过他们航空母舰上面有立这个 等于说模型一比一啊 也有人小反红说我造谣 不对啊 各位马上去找 你马上去找所有的这个马上Google 或是用他们可以用这个什么百度啊 上去找啊 马上就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正式向福建号不是出去吗 正式出海之前啊 那么进行各式的演练之前 他会先用一比一的相关的这个模型啊 这个没有什么 这本来就是了 我也曾经讲过 因为我们的苏子云先生曾经讲过嘛 S400飞弹打不到 打不到我们的台东的制航基地 十字山基地嘛 那为什么 因为因为曲线的原因嘛 但这个我也曾经讲过啊 还有中国的小粉专 台湾没有尝试的人 用这个的骂我说 中国的飞弹打不到台湾 莫名其妙嘛 但是我已经在本节目里面 我记得我跟仲将讲过 那已经没有这个用 没有这个考虑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军舰跟飞机 落到你东部外海了 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 事实上中国这些乱七八糟乱搞 但这次是包括这五个名嘴 跟他们家人 存储的方式是不准到中国做生意 跟不准到中国去旅游啊 对 我告诉各位 你以为很好笑吗 为什么王一川昨天就跟我讲 他开始烧 开始要注意一下 开始要注意一下 告诉各位 从现在开始 我会奉劝各位 如果你曾经骂过习近平 骂过中国共产党 你不要在以下的几个地点的转机 最重要第一个 香港千万不要在香港转机 第二个就是泰国的曼谷 除此之外呢 欧洲很好玩 你可以到奥地利捷克 尤其是捷克很漂亮 有一个国家尽量不要去 叫匈牙利 各位 匈牙利同意中国的警察 其实就是秘密警察 可以在路径到匈牙利去执行 而且可以针对可疑人士 他会盘查的是谁 当然就是以黄种人为主 盘查他们的手机 盘查他们的行李袋子 盘查他们的所有的东西 哪可以拘捕 连欧盟自己本身都反对 但匈牙利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习近平才去访问匈牙利 然后呢 理由竟然匈牙利批准的原因 理由竟然是因为 今年7月巴黎要办奥运 怕有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跟中国警察去执行 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呢事实上这些地方啊 那么他们进行这样的恐怖 他们在干嘛 希望你闭嘴 但这一波事实上 并不是以什么政治台独啦 还是什么 不是 他是要因为刚好时间点很巧合 刚好这个 等于说美国总统拜登 宣布小米这些电动车 百分之百关税 所以中国的经济会更差 所以他现在必须赶快转移 很多的焦点 转移很多的目标等等啊 他的转移目标 我说坦白了 国台办就是太没包啊 所以才会想这五位 我会在这边奉劝 因为我已经向台湾高检署 直接据名告发 中共国台办的这个相关的发言人 陈兵法涉及我国内乱外汉罪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他确实涉及我国的内乱外汉罪啦 他将遭到冲击 一生都别想来台湾 因为他在台湾 他在当新华社的时候 驻在渡地台湾啊 那我也奉劝国台办 立刻宣布 把吴征跟卓冠亭 列入下一次的名单里面 是 好 这瑞德哥 这个是前辈 所以他的提醒呢 大家要听 那本人虽然是没有被点名啦 但是本节目也是 第一个被中共 这个骇客进去 然后盖台的一个节目 一生兄 要努力哦 是不是 所以国台办 国台办这两天一定会接到一堆名嘴的抗议电话啊 为什么名单没有我 评审机制不公平 而且没有女性名单 我们每每应该上榜啊 为什么没有上榜呢 我虽然是新人 但是你应该有最佳新人的奖项啊 也没有入围啊 所以国台办最近会接到很多的抗议电话 但是回过头来讲这五个人啊 这五个人其实没错 刚才就讲了 对于所谓的大陆的经济状况 做发表一些评论 而得罪了当局嘛 而这些当局 我说真的 其实不是得罪当局 是因为他们小粉红的玻璃心 整个碎掉了 而且有很多的博主 跟所谓的TikTok的博主 他们制作了很多假的讯学 再制了很多假讯息 去博取这些小粉红的玻璃心嘛 去贩售所谓的民族主义嘛 所以滚动的那个量 很经典的王毅川这个靠背歌 其实我要帮王毅川沉浸一下 他不是讲靠背歌 他不是靠背歌 他是靠腰歌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解释说 因为大陆高铁没有靠腰 不是没有靠背 所以被扭曲说 我们大陆明明就有靠背啊 你为什么说我没有靠背 其实王毅川讲的是 你们大陆没有靠腰 不是没有靠背 所以整个就会被这些所谓的小粉红 再制再传播 而滚动出这些量 而滚动这些量 其实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他们翻墙过来看 这些人其实其他的评论还不错啊 很多的财经对于所谓的大陆当局的一些经济状况的评论是正确的啊 越看越觉得大陆的经济情况真的不好 第二个两岸的民族主义这样被搅起来的时候 对于两岸关系是不利的嘛 所以这五个人 惩处这五个人就要向装 五件意在被攻 其实是不愿意在被他们所讲的这些讯息跟言论 不断的被小粉红传播嘛 而传播的状况 对于大陆的讯息掌握 是不利的状况 所以你看公布当天第一个撑处是什么 结果他们好像没有请他撑处 第一个撑处就是微博的热搜全部下架 这个东西才是中共他们为了控制讯息所要用的手段 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消失 消失 而且他怕的就是这五个人的言论不断的被扩散跟传播嘛 这个才是中共当局他们所最在乎的所谓内部维稳的问题 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而不是这五个人真的比其他名嘴厉害 我要必须澄清的是我们都比他们厉害 所以这一段大家都抢了发言 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平心而论来看 未来当然会不断的这样的处理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透过这五个人控制他们内部的言论 是的确这个中共不光是要控制言论也是控制媒体 所以本节目我都自己都跳出来 我们也是前辈也是被骇客被盖台 所以吴珍这个你也是要继续努力 新人讲一定是志在必得 只是说也要提醒了 因为老共有一个什么猎狐行动 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个国台办居心叵测 用心非常的可恶 已经造成绿营内部的分化跟分裂了 像那天这个新闻一出来 我跟冠青在党中央开中常会 结果这些我们的常委啊 因为我是党工嘛 接受常委的监督 什么定屿委员啊 俗华委员啊 纷纷上来指揍我跟朱冠明的鼻子 为什么王毅川被制裁 你们两个没有 对 是不是做发言人不够认真 绩效不够好 不够利 对 所以 看中常会 对 不然这样的做法让我非常生气 我现在一定要好好来讲 对 等一下要证告陈兵华 但先讲啊 这个其实这一次这波制裁呢 刚刚大家有讲到 其实是针对说 包含李正好王毅川于北成 还有宝洁他们 是有讲到中国最近经济不好 所以包含说 中国因为最近经济不好消息很多嘛 什么啊 这个银行的存款 那个消失啊 这18兆 其实多少 两个礼拜 因为18兆就消失了 有钱领不到 对 钱都领出来 然后现在还限制这个提款 说一天最多只能提2万人民币 就算你存700万 你一天就只能拿2万出来 钱领不出来 那然后可能他们又在节目上讲说 现在中国很多人要论出国外 论是中国用语 就是run 就是说中国很多人 现在要跑出国外 中国这地方待不下去 往外逃 那可能看了这些消息 中国就很生气 所以就要把这些人来制裁了 所以基本上这一波所谓的惩戒 还是中国内部政治的延伸 就是说他除了管国内言论 他也要管到国外 那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部 包含党委 是直接在他们的微博平台 直接出来讲说 现在中国最新的国安威胁 叫做唱衰中国经济的人 这非常严重 所以甚至包含 中国的国安部直接点名 说现在 这些扰乱金融秩序人 小心了 看空者 做空者 唱空者 掏空者 这些都是国家 现在重点针对的人 都不行 所以大家看 这就是民主国家 跟独裁国家的差别 现在中国你是不能 看空中国经济的 你也不能放空中国经济 还有这种事情 不能唱衰 对 禁止唱衰 你不能对中国的前景 预测发表看法 可以预测 你只能说未来一定一片好 未来一定一片红 只能歌颂啦 对 只能歌颂 不能讲任何不好听的声音 所以你看如果在台湾 如果是这样 可能我们会看到政府说 例如说这个经管会主委 经营部长 可能说来说 现在金融秩序还是稳定啦 我们还是这个明年的Q级 还是上看啦 可能国安机进场互盘 就这样嘛 政府还会前置你吗 那中国现在是 你敢放空股 是不是完蛋了 你是国家安全的敌人 所以大家看还有 投资有走到这种地方了 你去中国做生意 哇 不能看空 也不能放空 你还只能说中国经济好棒棒 对 一片荣井 所以现在真的是 大家看中国这个经济 是有多脆弱 你只要讲一些不同的声音 他就要把你盯上 变成国家安全的威胁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杰明哥也很危险 因为常常也对中国的经济 来发表一些很尖锐的评论 所以但我想 大家还是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说 当然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觉得很可笑 因为你又管不到我们 你事实上 对不对 王一川现在还是在台湾 每天上节目 还是可以评论 他们要常被管辖 对 问题是说 中国事实上 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严肃以对 他还是 本质上还是企图 用他独裁的权利 要把干预新闻和言论 自由的手伸到台湾来 对 这件事情 而且要特别注意 台湾是有在地协力者的 以前也会遭到 例如说一些什么 爱国同心会 统促党 在台湾 刻意去攻击一些 民主派的异议人士 所以我想这部分 大家还是要很认真去面对 这个部分特别我想 不论是什么党派 都应该站在 共同抵御的立场 甚至我认为立法院 应该如果有 表决这个大战完的话 应该要做一个 共同的决议 谴责中国 把前置新闻自由 迫害言论自由 手伸到台湾来 我想这部分 不管是台湾任何政党 都应该同意 所以最后一点 我再强调 刚刚中国经济有多么好 我已经通通都讲一遍了 所以陈平华看到了没有 我跟卓婉婷 马上你好好把中国经济 现在弱点 中国经济下行 中国经济不行了 我们现在都再强调一遍 陈平华 如果你不敢制裁我们的话 你就是逃避问题 就是不敢面对 来来 问题 接棒 我先讲 现在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爬起来 重点是你要获选这个奖 你要破解它 颁给什么人 我后来痛定失痛 认真去分析 吴珍 刚刚你的奖法 一样不会得奖 为什么 我跟大家报告 我分析完了 这五个人有共同特色 除了刘宝杰 跟他自己的主持节目以外 另外四个人 他们都是有过 侮辱中国 后来被中国热搜的影像 在中国疯传 所以第一个要件 你必须讲到一件事情 登上中国的微博热搜排行榜 第一名 点阅要破译的 土房哥事件 就是那个于北辰讲说 他们演习 轰的那个屋子是土房 在台湾不是 类似这样的事件 我先讲结论 我虽然在开玩笑 这样讲说要得奖 可是真实行情是 这一次这五个名单 当我们认真分析完之后 其实是中国 捅了大马蜂窝 亡羊捕牢的策略 为什么呢 当时当我们台湾的 这些名嘴或节目 去讲中国的一些事情 讲得比较夸视 夸张一点的时候 中国认为逮到机会 他们运用他们的民族性 在中国当地 把这些新闻讯息 转成当地的新闻 在中国形成一种 哇台湾人 台湾的媒体水准好差哦 台湾的这些名嘴水准好差哦 你看我们明明就有得吃啊 我们不是去吃田鼠啊 你怎么会说 我们吃田鼠 他们认为这是入华言论 对入华言论 然后推波助澜 你看台湾的名嘴水准很差 台湾的媒体水准很差 来入了 污辱中国人 于是他们放任这些讯息 很有趣哦 平常要翻墙才能看的节目 现在在中国全部可以看 而且解禁 还帮你转成当地的官媒新闻 写给你 然后在微博直接推 可是后来吃了大马蜂窝 发现 台湾大条啊 对 因为出大包了 后来状况怎么样 中国人民脑筋是清楚的啊 我看了之后笑一笑 王毅川 你怎么说我们的高铁没有 是腰靠啦 他只讲成靠腰 但是没有腰靠 明明我们就有背靠啊 你只会说我们坐板凳 可是当后来开始查王毅川这个人 他会发现 他其他讲的很多讯息是对的啊 其实他讲了很多中国官场是正确的啊 对 中国人会搜寻说 你之前大家官媒 讲说这个人讲得很荒谬 我去搜寻他看看 结果我发现 不对啊 点进去就发现 他们会觉得这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啊 影响可大了 会危及政权啊 对 看了之后 对呢 这个生活真的是跟我的想法 跟我的生活是一致的 事情大掉了 中国人民反而接触到了 真正的讯息 所以现在干嘛 我跟大家报告了 这个严惩五个台湾名嘴跟家属 唯一一个实质的效果 就是他们再也不会登上微博热搜 就跟你封杀了啦 封杀了啦 所以在中国的官媒 跟中国的搜寻媒体找不到他们 他可以遏止中国人民 搜寻这几个名嘴 可是最后我要讲 安全真的很重要 中将可以开始问到说 猎狐行动是干嘛 对 中国的秘密警察真的很恐怖啦 在全世界设置这个秘密警察 然后认为说你是我们监控的异议分子 他们是可以威胁 甚至秘密直接把他绑架带回中国 那我说真的 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据我了解 内政部警政署 通订台湾各个警政单位 其实这五个名嘴 其实是要加强保护啦 但是我要讲一下 像王毅川 他们接到警察相关的电话 他们都觉得蛮糗的 都觉得说不用啦 不用随护保护啦 就留点丢脸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的安全 中国的协力者 我讲白啦 就是中国在台湾的间谍啦 如果今天为了要跟中国邀功 对他们做了什么 他有可能行动 对这种行动事情就不好 所以我们还是以朋友的角度 提醒这五位名嘴跟主持人 其实还是要小心自己的安全 但对的事情继续做 所以我分析完了 我们要努力 要登上微博热搜 下次才有机会可以 是冠庭哥 没问题 民众长立委 黄珊珊办公室外面的垃圾桶 出现了柯文哲春联 被当成垃圾给丢了 然后黄珊珊 他就赶快解释了 因为大家难免一定会议论纷纷 怎么会这样子呢 黄珊珊就说 因为是什么公庙走村 同仁清理 然后发现漏一箱 没有拿到 所以也没想太多 顺手就丢了 情况就这么单纯 外界不要过多解读 是这样吗 黄珊珊把柯文哲 当成垃圾给丢了吗 被出事了 因为出事年就过了 过年的春年就没用了 没用就把他丢了 就是这个黄珊珊的说法 就是这么单纯 所以被出事了 春年是没用的东西 但是我要讲说 这边议员 明显也是议员 都当过议员都知道 这些所谓过期的春年 其实不能随便乱丢的 一般按照传统习俗来讲 包含我们家里面贴的旧春年 我们过完年的时候 要换掉另外一张旧的春年 都要拿去庙里面去烧掉 这个是一个不一定 不只是环保 而且是一个传统性亚文 但是黄珊珊竟然把他拿到立法院的 那个垃圾桶旁边 直接放了就丢了 就这么一丢了 而且我要讲 他完全大拉来 完全不遮掩 一般我们要丢这种别人送的东西 或是别的上面有署名的东西 我们也会用一个箱子 把它遮起来 他完全不遮 直接放在那里 直接给你看 就是要跟阿伯切割 这太不尊重了吧 为什么要跟阿伯切割 因为事情大条了 阿伯三场直播 你就看 其实在所谓的民众党阵营里面 最了解台北市政府 这五大案的事情的人是谁 就是黄珊珊副市长 只有他最清楚 因为他发生事情 那四年他都是副市长 而且他是律师 如果柯文哲直播的时候 黄珊珊坐在旁边 可以保护柯文哲 但是三场直播 你有没有看到黄珊珊 完全没看到 所以黄珊珊第一切割 因为这件事情 如果烧到柯文哲 柯文哲把它一推 一推黄珊珊 推到黄珊珊身上 他就出事了 就好像柯文哲 现在你是不是要 把他推到彭正森身上 因为精华尘埃就是标准的 他已经开始准备推给所有公务人员 因为他说 没有我接受陈情 只是转发 一个堂堂的台北市市长 一个市长市 变成台北市政府的收发市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我要跟柯文哲讲 你不要抢了我的工作 所谓的陈情转发是我的工作 不是你市长的工作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一个市长市里面 当然每天会接到一堆陈情 通常柯文哲没有交代成绩 就交给我 我就盖我的章 就交给各局处 各局处就发文 发文以后就不干我的事 这是议善的工作 各局处都是依照他们的法令 可不可以 都按照他们的专业出去嘛 柯文哲盖上本章的 所谓的陈情文 就是交办 我直接跟柯文哲讲 这就是交办 我待过市长市 我非常清楚 你不可能每一份陈情文 都盖上你的章 每一份陈情文 不重要的陈情文 全部是张一扇 发给各局处的 而不是你柯文哲 亲自拿给各局处的 你亲自拿给各局处 就是交办 所以整个都发局都跳起来 都动起来了嘛 为什么说动起来 这个案子最 最麻烦的地方是 金华城本来核定的 560%的所谓的容积率 后来金华城跟所谓市政府 在打官司 打官司的时候市府还胜诉 所以独法局也好 政风处也好 法务局也好 都反对你柯文哲 所谓要所谓容积奖励 这件事情嘛 但是你柯文哲跟彭正森 一路开绿灯 让他们可以拿到 840%的容积奖励 史上最高 这个就是柯文哲 跟你彭正森的指示下 下面才会动起来 否则谁会因为 我跟金华城在告诉的当中 就核准了这些东西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柯文哲 这件事情你绝对跑不掉 义三兄我还有个疑问 黄珊珊把柯文哲当成垃圾给丢了 那这个黄国昌呢 519到底他打什么算盘 有可能在519的这场活动当中 把柯文哲给打残吗 对我连续好几天说 519那一天的吉祥物 已经从小草变成国冲一号之后 结果柯文哲觉得不对 马上这两天拿出一个柏辣 说我们那天要拿柏辣 不要拿国冲 那他就说是民进党开柏辣票 重点不是柏辣国冲或者是小草 而是这场活动是谁主导 就是黄国昌主导的 因为你520柯文哲 你还要去参加赖清德的就是给你 你519要跟民进党算总账 结果520你要政党和解 我真的很服了他们的发言人 这个为他们的发言人 不知道怎么发言 在24小时之内 你要改变说法 是多么一样的要转向